站住 沈亭章之女沈骊歌 沈亭章之子沈凤 求见唐成王 殿下 知见殿乃朝臣一事之处 后宅夫人 岂可随意出入 离妃此举有违礼法 我身为沈亭章之女 先已抓到谋害我傅兄的凶手 薛求 为傅兄含冤而来 求见彭成王 进来吧 启禀殿下 我傅兄奉旨回朝 途中遭遇陆氏余涅伏击 首犯薛求 现已被我亲手捉拿 他对谋杀我傅兄一事时 供认不讳 请殿下明察 薛求 离妃所言 你可认罪 是我杀了沈亭章神职 如何 殿下 谋害忠臣最大恶气 下官恳请将薛求立即斩首 绝不能让沈亭章父子冤死 尚书令 薛求的话还未说完 何必如此心急 离妃何出此言 我也是想让沈氏父子明目啊 殿下 陆氏福珠 薛求藏身于建康 他又怎会知道我傅兄回朝的时辰 我傅兄又怎会去离关道 无里之外的卫央湖附近 谋害之人是陆氏余孽没错 但薛求背后定还有他人 而这人 就在织剑殿上 薛求 当着彭城王 还有诸位大臣的面 把你之前对我说过的话 一字不落地重复一遍 究竟谁是幕后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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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是彭城王 彭城王 薛求 你在胡说什么 你之前明明跟我说你要指这个 李妃 这是织剑殿 众目可回 你是想撕刑逼供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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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 是 是 怎么 你 你 做了 从头到尾 他不过是在利用你 利用沈家 如今落实已非 沈家功高盖主 他怎么可能不计的 住口 这咋是你的计划 你故意的 是不是 你不相信 可这就是事实 寻求 丽妃 殿下 薛求乃陆氏余孽 千万不要相信他的一面之词 廷尉 你方才说找到了新的证据 是何证据 殿下 下官在卫央湖案发现场附近 发现了一枚玉佩 何人之物 不 血球 这可是你的 可是沈家之物 不是 殿下 殿下 曹参君可识得此 准许 请想死 祝依此物不是沈家的 也不是薛求的 那定是薛求的同谋 一流下来的 曹参君 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不要知情不报啊 殿下 是我的 你说什么 玉佩虽是我的 但许斩从未去过薇阳湖 薛球 这是栽赃泄害 许瞻 审听张父子辈子之日 你是否在王府 如若在王府有人证 你便可排除嫌疑 你去哪儿了 你快说呀 我 这个许瞻是殿下亲近之人 行的也都是秘密之事 我想不是做的每一件事 都要跟我们说得明明白白吧 照实说 那日 殿下派我去承西买随饼 送去臣府 我便给离妃买随饼去了 什么随饼 我们根本就没有收到什么随饼 买完随饼之后 我看到一个乞讨的小孩 正在被人欺负 我便上去帮忙 结果我一转身 整包随饼都没了 然后我便得知 沈家出事了 便想急着禀报殿下 就将此事忘了 你在回府之时可有人证 只 直进来殿下 这不等于自己给自己作证 许瞻是贴身暗卫 彭承王怎么可能 会让他去买随饼 王府这么多人 居然连一个人都没见过 哪有这么巧的事 而且许瞻武艺高强 被一个小乞丐偷了东西 这说出去 叫人如何相信呢 许瞻 枉我在码头城 把你当作齐兄弟 你偏出这样 连黄考小儿 都不会相信的假话 你不怕天打雷劈我 殿下 我沈家忠心耿耿 我爹更是为大宋征战一生 我姐姐也是嫁了你 随你出生入死 你就是这样 回报我们沈家的吗 沈凤 这里是执剑殿 我就是要在这执剑殿上住 为我们沈家说 我爹 几金六选 这些年为了北京 旧伤未知 心伤幼致 此次北京之战 为了配合彭承王 以归乡之名隐秘行踪 深入敌后 何为之战大赏 天下人只知彭承王 英明神武 运筹帷幄 何人记得我爹和大哥在敌后 甚至为此送命 沈将军 你父兄刚死 我等都很心痛 但你不能凭着这点就口无责言 难道北京之战殿下就没有身先士卒 难道功劳都是你们沈家的 你要知道 北京之战的统帅是殿下 听后调遣 本来就是将尸之责 姐 我今天就是要把沈家所有的畏惧 都说出来 对 殿下才是此战元帅 可若不是马头援兵迟迟未知 我父兄如何会最终暴露行踪 我爹有如何落入敌人之手 殿下 难道你的军令里 就没有一点点私心吗 勾呢 我相信彭城王 姐 是 殿下 沈将军方师至亲 情绪难免失控 此绝非他本意啊 来人 先将沈将军带下去 好生休息 殿下 小弟无礼 方才 口不择言 望殿下与众臣谅情 沈将军请报 沈将军请报 方才薛囚所指 我一个字都不信 本王也不信 薛囚 你这么说 不就是为了挑起沈家与彭城王 挑起百官与彭城王为陆远报仇吗 此人用心险恶 今日若大家听信了他的谣言 就郑重下怀 我来 本王绝没有谋害沈廷章父子 玉佩之事 颇多蹊跷 如果真如薛囚所言 是我让他谋害沈廷章父子 又命许瞻埋伏在渭阳湖 确保阴谋实施 就更不会留下如此明显的把柄 也一定会与许瞻 提前就想好万全的说辞 不会出现今日这般诸多纰漏 徒增怀疑 如果真有幕后之人 那么既然已经 把薛囚当成了靶子 那他自然也会想出 全身而退的法子 不许瞎 尚书令 你说呢 的确如此 仔细想来 疑点确实颇多 还须廷尉降察 玉佩虽为许瞻之物 但仅凭这一枚玉佩 也并未能证明 许瞻就是凶手 更牵连彭城王 廷尉 今日我将罪犯薛囚交付于你 望廷尉早日查出真相 还朝堂清白 也让我父兄全下明目 请黎妃 与百官放心 我廷尉受之于皇上 绝不枉法 他日在审案之时 如果得罪彭城王 还望殿下多多见谅 无妨 你尽管禀宫办案 本王问心无愧 谢殿下 这是刚成的 五 MAR 是要有对手 好了 让你对手 费下来 我已经有费得了 是要有趣的 我应该 stealing 打职一排 bleibt 就算有趣的 看看吧 刚做好的糕点可好吃了 这个来点 好 拿好啊 姑娘 这个呀 可是我们上好的脂粉哪 那拿一个吧 好嘞 拿好啊 慢走啊 姑娘天生丽质 若是用了我们这些上好的脂粉啊 必定貌美如花 若是我也买上银盒 好 沈丰哥哥看了 定会喜欢的 老板 给我一来一盒 好嘞 来 姑娘 拿好啊 谢谢 不好意思 你这是真没礼貌 老板 请问你认识沈丰吗 您说的是隋远君那位少将竟神封吗 对对对 你认识啊 是啊是啊 那你能带我去找他吗 可以啊 不是 许湛你到底怎么搞的 连玉佩和隋柄都看不住 你赶紧想想玉佩到底落哪儿了 你干嘛去啊 向李妃起罪 不是 你想什么罪啊 你赶紧想想玉佩到底落哪儿了 我去哪儿 去哪儿了 你啊 我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就看去哪儿了 也不可能被捕先知 今日之间殿里发生的一切 很快便会传出去的 四哥 你打算怎么办 这棋局下到了最后一步 布局者的真实意图 已经非常明显了 沈廷章之死 一来削弱了寒门的势力 使之不能与士族抗衡 二来 若不能及时抓住幕后的真凶 止住流言 那天下的人都会认为 为朝廷效力 只会落得飞鸟进梁宫藏的下场 无论士族和寒门 都会更加忌惮我 最终伤害的必是心证 可是想要揪出背后这只手 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你先别管这么多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又手握心证辅证之权 就如同我的另一双眼睛 彭城和荆州的情况 你可要给我盯好了 是 我去看看 好 请梨妃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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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起来吧 殿下和梨妃又没有罚你 若不是许瞻之前糊涂大意 殿下今日便不会遭此诬陷 杀害沈廷章将军的真凶 如今也不会未被绳之以法 许瞻该罚 请梨妃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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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实该罚 请梨妃赐罪 本王亲自赐给你的玉妃 丢了这么多天 竟然一点都没有察觉 发疯半年 不跪到天黑 不准起来 顺便他 至于许瞻 他叫阻待 那一段之后 就知道了 透到一段的 还陷阱 我好听 传奇 你看 你不须 你不须 还得硬 不须 以自己的命来堵着最后一局 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招了 神与不神 我猜这幕后之人 谢昊 之前我找到薛球时 发现他被人追杀 重伤斌死 后来我追着那黑衣人 发现他进入了谢昊的府中 若是薛球和谢昊 没有在背后勾结串谋 谢昊又怎么会杀人灭口 我把他带到支剑殿 是为了让他指正谢昊 可是没有想到 他们却还有备受 谢昊自诩清流 其实心腹极深 诱重全室 与陆远之辈 早就是一秋之河 薛球入殿 无非是在离间我和沈家 还有朝臣的一个局 之前救三宝 恐怕只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罢了 之前 他是在陆远的身后行事 如今陆远死了 为了阻止新政 他竟如此不择手段 李哥 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对手 行事之前 一定要三思而行 只有找到切实的证据 当众揭穿他的真面目 方能真正让朝堂安稳 我明白 我明白 只是牺牲了你爹和大哥 对不起 其实 我爹早就知道 推行新政 沈家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但他从来都没有害怕过 也没有退缩过 四哥只要坚持推行新政 保天下太平 百姓安居乐业 我相信我爹和大哥 也会欣慰他 我会做到的 只是风儿那边 风儿他性子耿直 爹和大哥的事 一直让他无法接受 他也是情急之下失去了理智 但是我相信 给他几日 他会冷静下来想明白的 这几日 我想先回神府住 一则 我是放心不下风儿和我娘 二则住在沈家 也方便查案 我们不能再放任先号了 他的罪行 总会露出蛛丝马迹 只有早日找到证据 揭开他的真面目 才能以律法之罪 早日还朝堂清拜 方才在支箭殿上 你那样维护和信任我 我真的很感动 以我夫妻一体 我自然是要信你的 只是四哥 新政这条路 若是要继续走下去 恐怕前路会越来越难 马逃的鸣枪易朵 朝中的暗箭难防 你要更加小心啊 再难的路 我们一起走 就一定能走出来 嗯 来 坐 来 喝点水 怎么回事啊 有口难言 百口莫辩 上天作弄 命途多船 过来 说有人话 许战的玉佩 不知道为什么 会赖带沈将军父子 遇害的现场 而且沈将军父子遇害的时候 他也不在王府 所以没人能证明 他和沈将军父子的死无关 那你俩不是成天如胶似漆 形影不离的吗 谁跟他如胶似漆了 那他那天到底干嘛去了 给殿下买水饼 但是更巧合的是 他买完水饼回来的时候 水饼还让人给偷了 小偷也没抓到 怎么可能 许战 那可是殿下身边 最得力的安慰 他怎么可能连个随饼 都看不住 你啥 连你都不信 怎么了 干嘛 去随饼摊啊 去随饼摊干嘛 找人证啊 要是有摊主 能给他证明的话 那不就好了 对啊 对啊 你不是退缺了吗 小心 怎么跑那么快 排队去 排队排队 排队 排队 您来几个 让开 你 你们要干嘛 大叔啊 大叔啊 我们可是庭位的 庭 庭位啊 庆 庆位啊 庆有名 陈胜 年龄 三十几 在这儿干几年了 六 六几年了吧 六 六几年了吧 六年还是七年 六 六 七 小夕 咱们是过来找证人的 不是过来审犯人的 去去去 那上个月十五的 未识到绅士 你在哪儿 我 我在 在哪儿呢 我就在这儿啊 你就在这儿啊 是啊 我每天都要出摊的 柴爷 我犯什么事了 你见过他没有 那天他有没有来过 没来过 没来过 那 那来过 来 来过 好 好 攀主陈胜 记得许章来过 怎么样 那天他什么时候来的 穿了什么衣服 买了几张水饼 你还记不记得 这这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你看每天来 我这水饼摊的人那么多 这这这 这不是为难人吗这 这这这这谁谁谁谁 谁为难你了 我为难你了吗 我为难你了吗 这这这谁为难你了 要不算了吧 别为难人家了 别灰心啊 那时候有个小乞丐 要不我再去问问他 他那天偷你随饼的时候 肯定按照观察很长时间 他肯定记得你 行行好 好 走 去 行行好 废话 大嫂 你找我 这是什么 昨夜 你跟李哥去抓了薛球 大嫂怎么知道的 你们一晚上没回来 郑叔便找了你们一晚上 刚才去了彭城王府 听到了今日织剑殿上 发生的事情 你们总是这样冒险 到底有没有为沈家想过 大嫂 你先别生气 还有你 今日在织剑殿上 当着那么多文武官员 出言不逊 若不是李哥拦着 你怕是今日要犯下大罪 廷尉在维阳湖 找到了许湛的玉佩 今天薛球 他也当场指认彭城王 是因为忌惮沈家 想收回沈家的兵权 借薛球之手 杀害了爹和大哥 人证物证都在 大嫁他能忍 我做不到 芳儿 有些事情 眼见不一定为实 是 你应该冷静下来 透过这些表面 去寻找到 真正真实的东西 什么叫真正真实的东西 信任 朝堂上的阴谋阳谋 我不懂 我只知道彭城王 是爹爹 是你大哥 是你姐 以命相托之人 你若是相信他们 你也应该相信彭城王 你这么聪明 你不会看不出 其中的问题 你只是关心则乱 你应该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 你也认得吗 军造我 有一次 征运还是有的 最好 你不是 尊贵的 这是我找人去云州打的 我把这件送给你 定来送给大哥的 大嫂收下吧 你大哥要是还在 一定会很喜欢 今日 我把这件送你 这么好的件 不该须致 你带着它 就像你大哥陪在你身边 行事前 也多一份思虑 好了 我去看看娘 姑娘 姑娘 有话好说吗 说 沈丰在哪儿 你是什么人 又来一个 你说 沈丰在哪儿 原来你还会功夫 好歹我也是老将军的校尉 虽说多年不练了 也不能让你这丫头骗子 把剑架到老夫的脖子上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过来 我可不想欺负老人家 别逼我出手 少废话 看招 你怎么咬人哪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可是你们 沈丰将军的妻子 什么 你是谁的妻子 沈丰哥哥啊 我来建康 就是来找他的 你快点把我放开 你们敢欺负 要是被他知道了 肯定不会饶过你们的 沈丰哥哥 沈丰哥哥 我就是沈丰 你 你怎么可能是沈丰 你把我干什么 你放开我 少公子 毕竟是个姑娘 你看她像个姑娘吗 我可提醒你 这双环节 你越挣扎 她累得越紧 这双环节 又叫朱蹄扣 在坊间 专门用来拴朱用的 你们欺负人 在北京的时候 我可是救过你们宋人的 是你们自己说 要把沈丰哥哥许给我 现在又找个假的来顶替 你们耍来 许什么 把什么许给你 哪有男人许给女人哪 有什么区别 反正我跟沈丰哥哥 两情相悦 谁许给谁不都一样 谁跟你两情相悦 谁跟你两情相悦啊 你这么丑 我呸 你说什么 说你丑 你说谁丑 你 你再给我说一遍 风儿 姐 没起 你怎么会在这儿 丽妃 原来你们认识啊 你们怎么把人家绑上了 快给人家松开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什么待客之道 好 没事吧 疼不疼啊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敢问大侠性命 没起丁任日祈祷山神 保佑大侠 我叫 沈丰 你是沈丰哥哥 你这样 你这样 你怎么是个女的呢 说来话长 我叫沈丽哥 沈丰 其实是我弟弟 你骗我 当时形势所迫 我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迫不得已向你撒了谎 借我弟弟的名字一用 我向你道歉 对不住 难怪那个男人老是偷偷地抱你 说说你吧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健康来了 你们不是说把你 不是 是 都不是 你们不是说许给我一个夫君吗 那我自然是来寻夫君的 谁认你夫君啊 说你了吗 就你这样 送给我我也不要 我 好了好了 郑叔 去准备一间屋子 备一些吃得用的 没起姑娘远道而来 定是辛苦了 好 一会儿啊 咱们再好好说话 走吧 姑娘 generation 姐 是非容易冲动了 我们沉家与捧丞王 这么多年来之间相互信任复制的情义 我不该忘的 你为大哥和爹的事情着急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你身为将军 遇事要沉着冷静 万不可做 让轻者痛 愁者快之事 是丰儿考虑不周 方儿这就去找彭承王道歉 不必了 彭承王定会理解你 为人子之心 不会怪罪你的 爹和大哥的仇 我也想帮忙 我能做什么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时机成熟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 目前你要做的 是照顾好娘 照顾好这个家 其他的事情 都先交给姐姐 相信我 姐 冯儿相信你 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 我绝对不忘录 乖 子巾姐姐呢 今日怎么没见她 她和娘在一起呢 爹和大哥的事情出了之后 她看起来非常坚强 性子甚至比之前更从容了 但我知道 她心里苦 我知道 她 她 也是在等这个功道 姑娘 这剑动不得 快放下 快放下 你 给我 给我 以后不许你碰这把剑 凶什么 不就是把剑吗 这不凶做什么 水凤哥 那 那个姐姐 你看她 别生气 她不是有心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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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尚书令 诸位久等了 彭承王推行的新政 自认为立邦立民 但是否真的立邦立民 只有百姓说的算 百姓 正所谓民为贵 社稷自知 可是现在百姓 对新政拥护声很高啊 新政口口声声说 是为了百姓谋福祉 但若百姓反对 他彭承王又将如何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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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怎么会反对 哦 对了 近日闲来无事 画了幅画 拿出来 让各位见赏见赏 尚书令 都这个时候了 哪还有心思赏画啊 卢公 是 一周 你 让你 十五 你 你 不是 有 帮 他 你 你 是 这 还 你 我 你 如何呀 笔人以为 此画 笔风强劲 气势磅礴 堪称杰作 那这画里的内容呢 画上画的是 天降咒语 天降咒语 山崩地裂 严肃阻绝 以五行之礼 大宋属水德 山崩水族 意味着运势受阻 要发生灾变和动乱 既然 新政这股咒语已经落下 那士族之力 就如同这郡里 已可借势 而后段川泽 走 二十八日子时 陈骏 鹏城 荆州 火烧田庄 发动民乱 我们要让天下人都知道 这新政 不但不会立邦立民 而且有被民意 伤及社稷 发动民乱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怎么 你们让我想办法 现在办法我想呢 你们怎么又不敢了 如今的形势 不必多言 虽然 是自损之举 但已可换来 长远利益 我坚信 经此一举 新政碧枉 新政碧枉 愿追随煞书令 诸位可想好了 落章无悔 我们亦荣俱荣 亦损俱损 但凡临阵脱逃 检举皆发的 皆会受到严重的刑罚 望诸位携手同心 共保我大宋百年基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